哎呀,我不知道 究竟是否邀请全职老师好 全职老师好像很贵似的 会不会不划算的 全职是否真的会成本增加了很多 令到你的利润减少呢 各位大家好 之前说了很多关于开普达社的东西 装修、出牌、各样东西 以及看了一些顶手的店铺 但有一件事大家很多时候会忽略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老师 你究竟会考虑请一个全职的老师 还是一个兼职的老师呢 这个也有很多人在争议的 而郭sir经常听同行的朋友 都在想 哎呀,我不知道 究竟是否邀请全职的老师好 全职老师好像很贵似的 会不会不划算的 如果单纯从划算不划算的 其实你永远都计不定 不如我从几个方向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稳定性 你想想 现在你请兼职的老师 很多时候可能是大学生大专生 他们要上学要考试要测验 也都有一些课学活动 甚至住在宿舍里面 也都有一些课学活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有时他们有活动的时候 他迫着真的要放弃你这份工作 到时候 你是不是拿手不成绩 开工的时候又不够同事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甚或者 你想想考试会是什么时候 通常大学生都会是12月 一月这些时候 那你的学生都是12月和1月去考试 那就是说当你的学生考试的时候 其实你这些大专生大学生的同事 都是要考试 其实他都需要温书的 那可能他上班的时候 或者能够上班的时间都没有那么多了 那变了你也会遇到一个人手不足的问题 但是相反 你用全职的同事的时候 你能够可以调配的人手 或者的自由度 弹性都高很多了 因为全职的同事是 他有一个特定的上班时间 他anytime都可以 给你去调配他的工作 那这个一定是一个好处 第二 就是一个信心 是给家长的信心 想想想 如果你请兼职的同事 通常一般的老板会怎么做 就是临到上班前 那兼职的同事 就会来到补习社 去帮你去手 然后去教书 对不对 但是你请个全职的同事的话 他会一早回来 预备一些教材 预备一些课堂上需要用的东西 然后才开始上班 家长一来到补习社 就见到老师已经坐在那里 准备好上班了 或者教他的小朋友 如何做功课 如何学习的东西 在这个 信心和安心 是不是都大很多 强很多 第三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 我不是说一个兼职的同事 经验会浅过一个全职的同事 因为兼职的同事 都能够 可以有一个很深厚的教学经验 但是 我们用同屋的起点去计算 大家都是新的同事 如果是一个全职同事 一星期可以回五至六日 兼职的同事 可能一个星期 来到两至三次 最多 在经验累积这个范畴里面 你想想 谁可以快一点 谁可以多一点 还有老师对着学生的时间 相对多了的话 对他们的了解 都会多一点 好了 到第四点了 就是一个学校 长远的发展计划 又或者一个走势的男徒 很多时候 大家来开补习社的时候 都红心壮志 有很多不同的计划 可能你会想着 若干年后 有数间的分校 又或者 你希望 由一间小一点的补习社 搬到一间大一点的补习社 这些通通都需要一些人手的安排和调配 如果你只是用着一些兼职的同事 他们不能够长远地帮你的话 其实你都会遇到一个人手上面的问题 那变了你用全职同事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计划上面 都预认这位全职的同事 当然了 全职同事都总有一天可能会离开的 但是相对地 他们会留下的机会 是不是比兼职的同事大 最后一样了 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 每一次一提到请全职同事的时候 一定会说的了 很贵的 请到全职同事 又要出量 又有保险 又有NPF 又有有新假期 各样的东西 都是一个支出 相对兼职的同事一定是大很多的 因为兼职的同事只需要付出一个时薪的价钱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贷任了 相对地 如果兼职同事分得比较多些的时候 我们才会考虑可能强积金的需要 各样其他的问题 但是不要忘记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成本来的 当你成本付出的时候 其实回报相应地 都会做得更好 正如刚刚我之前说的四点 在稳定性 在对家长的信心 在一个经验上面 和对于你的学校的发展 都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其实你说 用全职是否真的会成本增加了很多 令到你的利润减少呢 这个也是大家一个好好考虑的环节 以及在开业之前 应该做好一些请人的计划 以及请人的预算 这样才会令到你在开铺之前 或者开了铺之后 不会完全失了预算 不够钱 或者在营运上出现问题 那你可能会问 郭sir 究竟你会选择 请一些全职同事 还是兼职同事呢 好 在这个话题上 我不能够很确实地告诉你 哪一样是一定对 或者一定不对 因为呢 其实不同大小的一些中心 都会有他们的需要 但如果你问我 我自己会觉得 请全职同事呢 能够给到自己多一点的自由度 那当然啦 你付出的成本是多了 因为你请了一个全职的同事 真是花多了钱的 但是这些时间 正如我们所说 可能是时间换取金钱 还是你用金钱换取时间的概念 所以你说 怎样去衡量呢 我都觉得是一个学问来的 那大家真的要想一想 究竟你想选择些什么 以及你觉得哪一样 才能够合适自己多一点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麻烦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like这条影片 以及最重要 一定要分享给你的朋友去看看 下次再见 拜拜